就是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看 以往的日本传统家庭 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女性结婚后回归家庭 但现在这样子的概念 已经慢慢转变 另外的一点就是通膨压力之下 双心家庭不断增多 在教室里跟学生开心互动 细心叮咛考试的各种拿分方式 但重点是希望上课所学 未来能运用到日常上 嫁到台湾18年了 日文老师余安寿美 没有像以往的日本女性一样 只待在家中当家庭主妇 选择来到大学教书 是我妈妈的时代 就一般的女生 就在家里看小孩 或是有看家庭 但是像我妈妈一样 就是一般的女生就去工作 现在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 有大学毕业之后 找到工作 然后要开始继续工作 解封后也是要继续工作 日本的学费比台湾很贵 是有大概 听说这是从小孩 毕业大学的大概的学费 就是去公立也是有1000万日币左右 所以一千万到两千万日币左右 所以这是父母亲一定要找过 好好努力工作赚钱 随着时代改变 婚后女性选择继续待在职场 日本企业也发现 夫妻高年薪的超级家庭越来越多 总务省统计 夫妻双薪 家庭连锁的1400万日元以上 2023年有40万户 是十年前的一倍 而且有六成都是有养育小孩 另外政府为了提高女性就业 也推动一连串友善职场政策 以及家庭福利措施 确实看到成果 因为统计只有42%的女性 辞职回家带小孩 25岁到44岁的女性 就业率来到77% 高薪双薪家庭比例增加 其实不仅仅为了小孩的教育 主要还是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同棚压力下 让价值观不停改变 虽然大家都羡慕 也期望有个高双薪的家庭 而回到台湾 曾有人力银行做过 调查20岁以上的劳动人口 有生小孩跟没生小孩的比例 大概是占了一半一半 但在人生规划当中 不打算生小孩的 占了57.8% 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其中竟然有高达八成 不想生小孩的 却又担心死后没人祭拜 上有高长下有子女 也造就了这种双薪家庭比例 有提高的一个主因之一 因为毕竟可能某种程度上 你要有子女的教养费 一方面又有父母的照顾 的一个费用支出之外 他本身可能还要背负一些 房贷的情况下 势必要夫妻两个人都投入职场 有两份薪水 双薪家庭才有办法 支应这样的一个生活开销 在10年前 双薪家庭年收150万 大家就会说很不错了 但同棚夫妻两人总月收10万块 已经不足以应付 小孩教养还有长辈照护 得要追求更高的双薪 导致现在连双薪总收入达300万 民众觉得还是不够 以主计处个人薪资 年收入150万来看 其实占比已经超过 90%的全体受雇人口 而这样的收入在家庭中 能不能让家人过上好生活 见仁见智 双薪家庭比例增加 选择干脆不婚的比例 也随之升高 专家分析未婚女性的四大主张 除了财富自由 身体关系灵魂都要自己掌握 毕竟现代人的观念 追求自己过得好 何必要在乎他人眼光 阿嬷 阿祖 很急 哪有人的嫂子 哪不要结婚 那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世代 因为经济因素 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 而这些未婚女孩 他们看得懂 他们看得清楚 当然他就知道 怎么样为自己做一个 不后悔的决定 观念随之改变 也渐渐影响消费层面 不管男性女性 已婚未婚 都愿意花钱 犒赏自己 上班赚钱 就是希望休假时 能够好好放松享受 TB新闻 蔡明轩谢伦台北采访报道 日前就有位网友抱怨 他担任上市公司的律师 月领10万 但觉得上班压力太大 不想再做比较多钱的工作 专家表示 游泳专业技能的高薪行业 需要付出更多的体力 跟时间成本 陈律师早 一早进办公室 马上进入工作模式 聚系名移 背诵书面重要资讯 确保等等开庭顺利 不然在法庭上 可能会问说一些案 这个书状 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写 你的主张是什么的时候 你比较能够容易 达出这些问题 陈芝燕毕业台北大学 法律系 当正式律师一年多 从小把律师当成目标 除了兴趣外 也认为在低薪时代 薪资条件相较其他行业来得高 就律师这一行 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 虽然可能没有医生或牙医那种 赚得那么多 但是他的薪水 其实也算是不错的 新进律师的话 他其实像我 现在是受雇律师 那主要就是领老板的薪水 这样子 那假设自己有能力的话 那可以从外面 自己跟别人去接受案子 那如果有这个交业务能力的话 那可以接到另外的案子 那这样你的薪水 会相对别人来说更高一点 通常刚拿到实习律师 起薪约四万左右 但过了实习阶段 多落在五万二到五万五 依照每个人年资 业务量情况而有所不同 若有五到十年工作经验 平均月薪几乎都有十到十五万 但律师这一行 看重自身经验和客户关系 陈志彦发现 菜鸟律师最大挑战 就是取得当事人信任 这一行就是靠着年资 遇到的案子越多 那你的经验也越丰富这样子 所以对于有些当事人来说 他觉得自己的案子 可能自己的感觉比较难 那想说要有 比较资深一点的律师来处理 所以说这种时候 其实虽然有点不甘心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要求 因为对于当事人可能 在我们眼中可能是小案子 可能金额不高 但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痛 律师当然我们都知道要去开庭 那开庭的话就要面对法官 面对对照 那甚至面对对方的当事人 有些不理性的状况 可能开庭的时候会直接就开始 辱骂你 辱骂律师 甚至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社会人士 就开始去施压等等的 这都是我们律师要去面对的压力 精辟分析有着沉着性格 蔡振阳在法律领域入行快十年 他说被视为高薪一族的律师 附加的是高压高工时 日前就有网友表示 在上市公司当律师 底薪加上奖金 平均月收入十万元 但觉得上半压力大 不想再做比较多钱的工作 就算百万年薪 也想弃高薪转换跑道 他可能就是转行去当非送律师 处理一些公司法务的事情 或是甚至说他就不当律师了 有时去搞一些投资 或是去做一些不动产等等 其实都会有 我们要先去了解 现在的工作他不喜欢的地方在哪 那如果真的这个工作他没有兴趣 那我觉得他不要马上离职 不要所谓的裸辞 我们一般在做职业的选择 其实会先考量 是不是符合专长 兴趣跟特质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有时候要再看 除了你的所谓对薪资的期待 那你对你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这两个部分你要去做一些平衡 专家点出 拥有专业技能的高薪行业 需要付出的体力 与时间成本也相对高 细看劳动部近日公布的薪资调查 若以年薪来看 机师年薪352.9万排名第一 其次是精算师339万 医师234万元 另外银水人 电信工程师和律师 年薪通通超过150万元 常听到的三师系列 会计师 律师 议师 这些都是很容易就有年薪百万的机会 那现在除了这些三师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在台湾 所谓的工程师也非常的夯 这些人其实在现在的薪资行情 都是非常的好的 人人都想追求高薪 渴望入对行 但世上确实没有绝对的好工作 端看个人是否适合 能够达成你心中接受的平衡点 想要成为高薪一族 也可以多加强跨领域学习 拥抱高薪将不是梦 TVBS新闻 罗氏朋友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 今年六都加上新竹 新建案的进场个案是741件 比2020年增加了近一成 变换不大 但是成交均价四年间大增了17万 这是我们的主卧室 我们的主卧室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是边间双面采光 所以针对这个空间来讲 它是一个大面开窗 小宅需求崛起 这个位在泰山的建案 最大坪数31坪 客群专攻年轻小资族 标榜搭配家电装潢 提行李就能入住 整个房市最好的房市 大概就是从24到35坪这个区间 主要是因为总价带会控制在 1500到2000万这个区域 然后可以配合政府的 这个新建案的政策 是一个很相对的一个因素 现在第二环的包含了像土城 或包含了像整个目前的泰山 跟五股这些区块呢 因为它的房价相对的比较亲民 所以它的房市目前也相对产生一个 比较热的一个现象 台北市房价高 所以买气早已外溢到新北市的蛋白区 像是近几年在土城 泰山还有五股的表现都很好 而纵观全台湾的房市在520档期根据数据的统计 新建案的推案数是来到741个 而平均的成交均价是来到52.28万元 也显示其实从329档期开始 全台的房市已久火热 新屋均价站稳五字头 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 比较2020跟2024年520新案的变化 六都和新竹县市推案个数增加近一成 变化幅度不算大 其中桃园推案个数增加最多 今年已经至少有149案 年增率直逼五成 除了和双北买方外溢有关 桃园这几年建设话题不断 也持续吸引建商进军差期 另外成交均价部分 新竹县市年涨幅88.3%为最多 而涨幅超过五成的还有台中台南以及高雄 当然最主要还是受科技议题的带动 有话题自然房市它就会有增值性 自然就会吸引买方 所以也导致说在这一波台南高雄 他们即便是推案个数下降 其实在买方源源不绝进来的状况下 都还是会导致整个价量都会持续的上扬 逐科的核心地带会是一个主要的热区 而且这个热度上面都不减 如果是三年前 它其实它的房价上面 其实还在所谓单平三四字头 所以其实涨幅上面大概都有三四成的涨幅 其实相对之下爆发力蛮强的 那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确实有一些买盘 它会看向外围 也就是说有一些外溢房市 那这些外溢房市的话 首先可能会是在宝山或是琼林一带 新竹台南高雄确实都是科技话题带动 更会因此涌进外来客出手买房 至于在台中受到捷运人口红利带动下 房市也从山线延伸到海线 表现相对很亮眼 沙鹿尤其是一个海线一哥的地位 因为它其实在这个区域性上面 相对之下很邻近西屯 而且其实沙鹿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实在于说它其实也很邻近所谓的中科 那中科的效益 其实也会在一些海线的城市去做发展 那比方说像是龙井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情势 那龙井来说的话 它其实现在还有所谓快速道路的开通 都会让它跟市区的连接性 可能都有一定的带动效果 相较于去年同期 受到平均地权条例修法的干扰 市场的气氛多半还在观望 今年除了有新清安助攻 科技大厂扩张 以及台股评创新高 多重因素下都让购物信心回升 目前的台湾的经济还是蛮热的 对对对 那蛮热的状况下 那整个投资人或者是购物人的信心 就会相对的比较强劲 那再来还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利多 包含新清安等等的 所以整个带动房市的气势 它是会一路向上 所以我们预估大概短期内的房市的价量 应该都还是会持续的往上 短期内如果台湾的震惊环境 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专家认为这波买气会继续延续 恐怕还看不到房价的极限 特别新闻张志明就在台湾报道 今天话题要来关心 出现疲劳的时候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长期过劳会增加代谢性的疾病 心血管疾病还有中风的风险 要改善避免过劳症状 除了维持合理的工时跟工作量 均衡饮食运动也很重要 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曾经历过疲劳 疲劳可以分为生理性疲劳 身体性疲劳 心理性疲劳 混合型疲劳及全身劳力不耐症等 生理性疲劳可能是由于工作 运动过度 压力 失眠 作息不正常 怀孕或是节食 所产生的生理变化 身体性疲劳则是因为各种疾病或药物导致 例如病毒感染 甲状腺失调 糖尿病 心肺疾病 自体免疫疾病等 因为大部分疾病都能引起疲劳 所以我们需要经由医疗人员协助 来判断原因 而心理性疲劳则是因为忧郁焦虑等情况所导致 混合型疲劳则是有两项以上的原因 疲劳通常都是暂时性的 小于一个月是短期疲劳 较常是因为身体或生理原因造成 我们可以先想想看 最近是否有特别的事情导致疲劳 觉得累疲倦 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感受 那我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部机器的话 当机器超过负荷 它就会发出一些警示的讯号 另外它就可能出现效能不佳或是当机的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减压或者是休息 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状况 当我们的身体超过负荷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一些警讯 慢性疲劳跟很多因素相关 包括没有获得适当的休息时间 工作时间过长或是长期睡眠不足 睡眠品质不好 也会来自工作人际关系或生活上的 其他压力有关 而营养不良 慢性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 也会引发慢性疲劳 长时间处于慢性疲劳会导致以下的症状 在身体上面包括长时间的疲惫感 即使充足的睡眠也无法缓解 或是会造成肌肉僵硬 肌肉酸痛 头痛 那也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容易生病 而在心理上面的话 则会造成注意力难以集中 记忆力下降 或是说缺乏动机与兴趣 那另外也会引起心情的不稳定 容易感觉到烦躁或是焦虑 那也会感觉被压力压垮 难以应付日常生活的挑战 许多人将重心摆在工作时 常不知不觉会工作过度 而忽略自己的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 已经将过劳纳入过几疾病分类 中将过劳认定为 需要特别注意的职业现象 常见的过劳症状 包括长时间感觉疲累 因压力过大或缺乏充足睡眠 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 注意力下降导致记忆力减退 在年龄层上三十岁到五十岁 这段区间的人要特别小心 性别上的话 女性并单性 还要更容易有慢性疲劳的状况 另外长期处于压力大的情况下 也要小心慢性疲劳找上门 除此之外 如果本身有些慢性疾病 像是甲状腺疾病 或者是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 也要小心慢性疲劳 成为你的共病 当我们处在这样子的状态 而不自知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有一套的保护机制 可以发出警讯来提醒我们 例如我们可能会莫名的感到头晕 胸闷 心悸 疲倦 失眠 等等的状况 但我们却又找不到一些明确的病因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状况 如果知道过劳的状况 这边有一些建议 包含刻意的去安排休息的时间 包含工作半小时到一小时 就要起身五到十分钟 看看窗外 静坐冥想 或是深呼吸的放松训练 可以让你的副交感神经 可以保持你的身体 有受到足够的喘息 让下一段工作效率更好 医师建议任何人必须要有充足睡眠 适当运动与足够营养 如果本身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况下 更有必要学习压力管理 务必要远离慢性疲劳 TVBS新闻 肖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有没有可能当您接到不明电话之后 只要说一声唯 AI就能够复制您的声音 其实只要15秒就可以做得到 英文讲的就像外国人 这个人身影跟我一样 从长相表情到肢体嘴型全都是我的 但其实我本人从没讲过这些话 现在我们就来还原这是怎么办到的 大家好 我是TVBS的记者 我是浩宇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专题呢 是关于AI复制声音 对着手机镜头讲两分钟的话 录下来后上传到AI应用软体 这时候从外貌到声音 AI的我就生成了 只需要输入文字 他不是 是我就能照稿讲出来 连手势都能搭配得上 影片出来之后 我们要让他讲什么 我们就输入文字 这是我的克隆人 也就是复制人 复制你的声音 然后或者是你的某个嘴心 现在生成是AI 不只是文字 就连声音跟照片 都可以生成 如果要从A的声音 移到B的身上 也是同样道理 我是TVBS的新主播Janet 你能够辨识出 我是虚拟的AI主播吗 从新闻片段截取主播的声音 套在另一个人的影像 风险的话就是看谁去用 我们都是人 所以只要是人 拿这个工具去做不好的事情 或是做诈骗 或是做假的方面的话 那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了 类似的技术 已经被用在行销工具上 那商业上有很多 像最近端影音很红 那端影很红 其实大家就会想很多的剧本 脚本 然后拍摄很多端影音 那像甚至很多的企业老板 都想要拍自己端影音的IP 可是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像我们公司的老板 可能都很忙 没有时间 固定每个礼拜 花很多时间来去拍这些影片 内容 然后来去制作 像我们述程 很常在医美的产业 去做这些的应用 因为有很多的医生 然后希望可以拍端影音 去介绍他们自己诊所的服务 可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因为医生在做手术等等 时间都很很宝贵 所以我们就会帮医生来去拍 端影音的影片 复制他的声音 去做他的声音的训练 让他们每个诊所的小编 可以用他的声音 就可以打出他们的内容 不只是这个软体 OpenAI日前端出新研究成果 只要短短15秒语音素材 就能生成与本人声音相似的工具 这项技术名为语音引擎 这个轻松帮别人说话的技术 让OpenAI决定在正式推出前 思考如何避免潜在风险 语音生成一旦遭到滥用 尤其被用在诈骗上 后果将不堪设想 像这些东西是所谓的 AI或是一些技术生成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边 也目前是很多公司 应该现在也都积极在研究说 如何去做一些 有点像反工程的方式 就是透过反技术的方式 来去做到一个声音过来 或是一个影像过来 它是否有可能是味貌 或者是假的 像这样子生成的东西 其实你真的去关注去看的话 其实它会有很多影像 跟声音的瑕疵 像是现在的话 你快速地一直跟它对话 其实它可能没有办法 来得及快速地反应你 像这种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怪怪的 影像上也是 比如说它头发飘动的方式 或是眼睛的方式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这些都是一些可疑 然后还有包含它讲的内容 跟说话的方式 为了防止滥用 OpenAI为所有生成内容 添加浮水印 追踪使用方式 推出禁止名单 防止知名人士声音被利用 越来越逼真的 生成式AI技术 社会必须拥有 更强大的抵御能力 TVBS新闻前后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卡